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一個平凡的星期六 然後我現在人在板橋火車站 沒錯 我今天要跟一個好久不見的人去新豬 我等一下會直接跟他在火車上訪 所以等一下再跟你們說他們是誰 那我們就先走出來 去哪裡 去哪裡 你想要不刷卡走出去嗎 走出去 拍照耶 好厲害 我黑髮真的好神奇 來啊 這句話我來吃 如果有服務不多也說不夠到的地方 還請多多多的包涵 那現在我們在小黃這邊呢 我們在八二樹 八二樹上面也是葡萄樹 我們在八二樹上面也是葡萄樹 我們在八二樹上面也有葡萄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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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拆壞以後呢 把它收割下來 然後把它曬乾 每次刷手 像到一隻了 你看 然後把水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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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水放下 要睡得了 每一遍 都回頭 都回家 每一遍都回家 都回家 都回家 這個地方叫什麼啊? 新瓦屋啊 喔 新瓦屋客家 什麼?文化保存園區 沒有園,保存區 萬年 但是這裡是新竹線耶 這台車絕對可以叫新竹線 沒錯 因為剛剛那個老闆娘跟我們說我們租了這台車 只能在新竹市騎 剛太快結束我們在客家什麼什麼園區的行程 然後下一個行程是來清華大學 來清大演藝 什麼意思? 而且他剛剛說我們一走進大學裡面 就兩個男生,迎面而來 我先跌倒 是帥哥 但我沒有看到啦,我是沒有看到 好吧,考慮 好,你覺得帥就好 現在的狀況就是 因為校園太大了 然後我懶得走路,所以 用騎的 了 天啊 好我就我們先走 好累喔 我現在就要累了 終於理解 為什麼學校需要腳踏車 還有什麼路車嗎 天啊 輕大 腳大 很大 現在的狀況就是因為我們 好 好 就是我 因為我太爛了 太累 所以他說 我們換電動車 我也沒騎過耶 好 出發 我們還被罵 哈哈 我們還被罵 嗨 我們現在在新竹的駐車 因為太累了 所以來學會學 然後我們要講一件剛剛在輕大發生 非常荒謬的事情 因為我們去逛校園 然後覺得太累 然後所以騎了腳踏車 結果我們在交代要出去的時候 就是誤闖了他們的環 就是應該算是機車道吧 就是那一條只有機車能走 對 然後他們的出入口都有 就是電像柵欄的東西 可能是要刷學生正常進來之類的 因為我們真的誤闖 所以我們要想辦法把他搬出去 結果就在我們正要搬出去的時候 有一個應該是學生嗎 他就很兇的就說 什麼 欸 同學 這裡是機車道耶 你們不可以在這裡還是不在這裡 然後我們整個就已經不知所錯了 然後我們就沒有回他 我就說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然我們把他排出去好了 然後那個人就在柵欄那邊 一直看著我們 就是看到我們整個在做動作之後 然後他才騎進去 他幫我們 他超兇 他超兇 我們就是看起來已經 不知道怎麼辦了 然後以為他會幫我們 結果沒有 他兇我們之後 看著我們 他站在那裡看喔 看著我們就走了 看什麼看 好朋友喔 真的 我就不應該 再交代指導的手 不會啊 我覺得很有趣 我們原本想找地方休息 然後結果 剛剛 錯過了 那個 停車場的入口 兩次 後來 上來之後 覺得現在差了 然後又要走 好累喔 到底 我們在瞎忙什麼 我真的在瞎忙 好啦 我不管我現在差了 我要去吃飯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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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台北咯 跟另外一說拜拜 下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可能是我是嘉義找你的時候 拜拜